- biomedical modifications added to - Floor 大家好 我是俊貅 歡迎來到我們 動態直grid城系列 第35集 上一集呢 我們蓋完我們的 安德生怪塔 徹底蓋完 那我後來私底下 還在稍微修改 痾 還記得我本來是 全部都是時陰的道路嗎 對我後來覺得就是 有一點 太過於單調 而且顏色都太彈 也導致石英的北完全沒有展現出來 所以我後來就整個打掉 然後重建一下 那樹葉的步道就整個保留 有屋頂 然後把它改成木頭材質這樣 我覺得這樣磨合起來好像還不錯 而且安德也不至於會玩上 可能還是會有少數幾隻會在上面啊 像這一隻 對 不過基本上我對這個步道還算是滿滿意的 然後我們之後也就是可以在這邊 盡情的練等這樣 走上來之後會看到一個涼亭的地方 這邊的話到時候可能會撲地毯吧 暫時就是先這樣 OK 然後我們這邊也會給它徹底改一下 小涼亭的概念 歡迎登入終界島 通往我們哥萊果那邊我還沒有進行修改 嗯 找時間我們再來修吧 光收集香師木就花了不少時間 還有一部分的修改 對 好 那我們就回去吧 那今天我們要做什麼呢 今天我想要把我們的城市道路給規劃好 呃 就像大概我現在先暫時鋪的這樣一個除息 那我為什麼會想要做鋪呢 是因為就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這邊還是一個平原 呃 感覺就是沒有一種 呃 連接感 就是道路的連接感 呵呵 所以我想要今天把我們的道路給先修繕完成 這樣看起來應該會比較有一種城市的規劃感了吧 然後 我們再從這個地方慢慢的也足部的把我們的建築給一步一步蓋起來 對 不然這樣子看起來有點空空的 呵呵 好 那我們就拿一下我們的建材 東西我們就都帶齊了 現在我們身上帶的是一些石磚 石頭 跟沙眼 對 那我們就來測試看看這些材質實不實用 不過在這之前 我們先把道路都先弄好吧 鋪到這邊來 我們先來試試看一些材質吧 先鋪一個小小部分 免得鋪太多 呵呵呵 好 我們就來試試看這樣能不能喔 好 我們拿出我們的 呃 石磚 先試試看石磚好不好看 好 拿出我們的半磚 然後 在這旁邊鋪上我們的石磚先試試看 嗯 希望是好看的 感覺它有點像是鄉村小鏡嘛 可是它旁邊放上石磚就感覺顯得有點 突兀感 嗯 我們換個材質看看 稍微換了一下我是覺得 呃 沙岩的材質好像還不錯 那石磚的部分有一點太過的單調 那我們就用沙岩試試看吧 而且我們的沙岩其實並不少啊 畢竟我們在挖我們的深海遺跡的時候 呃 挖沙子的時候也是挖了不少的沙岩 而且就算我們的沙岩啊 用完了其實我也不用太擔心 畢竟我們的沙子也夠多啊 夠多做我們的沙岩 所以一點都不用擔心我們沙岩會不夠的問題 而且再不行的話 旁邊有一個大沙漠啊 真的是太方便了 好東西 沙岩 剛剛看起來有那個感覺了 呵呵 不錯不錯 那我們就繼續往後鋪吧 各位最近如果有特別注意的話 會發現我頻道上有兩個直播影片 並沒有刪掉 那就是我們的麥塊地城喔 對 最近我還算是蠻 蠻豐雲那一款遊戲的 對 算說它是麥塊 可是它又不算麥塊 它有點像是一種打裝備的 有點變成刷裝備的那種遊戲喔 然後又有一點冒險元素 算是麥塊有做到我覺得 就是冒險的部分吧 畢竟我們常常玩這種麥塊 偶爾也是換一點視角 改成上帝視角感覺也還不錯 而且裝備來講的話 我還蠻希望之後可以在這邊實裝 呵呵 包括從麥塊裡面看到的一些 呃 鬼魂部分 如果有實裝的話 感覺會還不錯 或者是地下層 我是覺得麥塊這個地下層 如果今天是我們的 這個麥塊裡面的地牢的話 我想應該會非常好玩吧 呵呵 這個麥塊會變得超級讚 近期也會稍微把我們的居家環境給稍微打理一下 畢竟我們把蓋蓋的都蓋得差不多 呃 什麼安德生怪塔 經驗問題 應該基本上都是解決了啦 除了我們的 呃 裝備問題還沒有回來 之外我們其他基本上都解決了 那呢 我們之後也會稍微把我們的城市給稍微 規劃一下 讓它看起來比較 呃 多樣化一點 而不是像現在這樣 少少的 對 我們就一步一步這樣慢慢來吧 好 那我們的道路 基本上鋪得差不多了 對 我們道路就是先以殺鹽這樣 不知道各位看起來是覺得如何 我是覺得 看起來還不錯 而且開始有一種 呃 規劃的感覺了 呵呵 好 我們就用飛的給大家看一下嘛 那這大概就是我們現階段的一個 所有建築的一個步道 不過這樣子我們顯然是還不夠 只有道路而已 沒有我們最重要的東西 這邊的話就是先蓋我們的路燈 應該是還可以 那我們就 然後 順便來照我們的光源 那我們就以先這樣的樣式來 延伸我們的步道吧 那我把整個路燈都給它鋪好了 雖然說有的少部分沒有鋪好就是湖那邊 不過我私底下會把這個湖跟路燈都給它擺好 那現在看起來我們整體上外觀就是長這個樣子 看起來路燈還不錯對吧 有這種接到路燈上的感覺 而且也看起來比較明亮一點 最後有一段時間我們都會在這個家附近稍微建築一下我們的環境 讓它看起來比較豐富一點 不要顯得有點單調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可以按個喜歡 想要持續追蹤影片的心態的話可以訂閱我 如果有任何問題也可以在影片下留言告訴我 好 那麼我是薰姬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